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洛杉磯市推家用檢測無人機 遠程篩檢病患 加州首府沙嘉緬度選為新疫苗試驗區 計劃生育組織潛入南家校園 幫助學生秘密墮胎 老者受困火車鐵軌 北家女警15秒驚險救人 首先帶您關注 週三 洛杉磯市長加西提宣布 當局已經召集專業團隊研發家用的中共病毒檢測套件 而這場疫情也促使無人機產業推出新技術 幫助檢測出具有染病症狀的人來看報導 洛杉磯市長加西提週三宣布 已經召集生物科學家等專業人士 開發快速低成本的家用檢測方法 提高中共病毒檢測的數量和效率 他表示通過這項快速檢測 能更早發現確診者並追踪接觸者 估計能降低80%的感染率 我們在邀請政府和政府的各個黨和政府 一起努力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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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給這些補充 報導顯示 從本週五開始 由於夏季的高溫氣候 弱勢的檢測站點的開放時間 將縮短為上午8點至下午2點 預計影響部分檢測進度 與此同時 為了防控疫情 有無人機製造商也推出了新的檢測技術 北美的無人機製造商Dragonfly表示 已經開發出利用無人機篩查感染者的全新技術 該公司表示 新技術可以從遠處檢測人口密集地區的平均體溫 以及心跳 血壓等生命跡象 偵測範圍最遠可達400英尺 還可以偵測社交距離和口罩的佩戴情況 不過 該公司也強調 該技術不帶有臉部識別功能 且獲得的數據將嚴格用於了解各地區的病毒感染風險 新唐人記者郭約希 洛杉磯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美國的疫苗研發進入了最後實驗階段 週三報導指出 加州首府沙加緬度被選為疫苗試驗基地 當局正在徵集志願者 並且進行疫苗的有效性測驗 來看報導 擁有50多萬人口的加州首府沙加緬度 被選為中共肺炎疫苗的試驗地區 意味著當地的居民將有機會首先使用新疫苗 根據週三的報導 本次沙加緬度的疫苗試驗項目 是由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和凱薩醫療主持進行 當局表示 疫苗試驗正在招募18至55歲的志願者 主要針對拉丁裔和非裔的居民 因為這兩個族群在疫情期間感染情況最為嚴重 至於試驗的疫苗 凱薩醫療的負責人表示 並非注射失去活性的病毒 而是採用了最新的mRNA核酸技術的基因疫苗 該技術在此之前還未得到廣泛應用 事實上 新疫苗的測試共在全球選取了120個地點 有3萬人參與 當局指出 如果一切進展順利 今年10月就可以進入疫苗的監管審核階段 最快年底前就有新疫苗問世 在2021年將有13億支疫苗可供使用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自加州推出新激進性教育教材之後 民間的抵制聲浪就不曾間斷 週二 一項研究指出 在2020年 美國計劃生育協會將進駐更多的洛杉磯學區校園 設立共50間校內的健康中心 為學生提供秘密堕胎等服務 來看報導 保守組織國會資源研究所CRI 於週二發表一篇名為 《加州學校的計劃生育診所》的文章 列舉了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 如何進入校園推行激進性教育和秘密堕胎 文章指出 計劃生育聯合會與洛杉磯聯合學區 在去年12月宣布 預計在2020年底前 在增設16間可幫助學生秘密堕胎的健康中心 使洛杉磯聯合學區內的此類中心達到總共50所 CRI執行董事英格蘭女士指出 此類健康中心對外宣稱要在未來5年內 降低學生性病的比率 實質上是注重提供節育措施 包括子宮內節育器 緊急避孕藥等 同時還有性教育 墮胎等秘密諮詢服務 根據該篇文章 這項健康中心增設計劃 在第一年就獲得了落線超過1000萬美元的撥款 並且獲得落線當局支持 承諾給這些健康中心5年的營運時間 對此文章抨擊 落線此舉是在為這類組織鋪路 殘害下一代的學童 文章還指出 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 不僅贊助推動加州激進性教育 在課堂中加入渲染性行為 墮胎正常化的性教育教材 如今更是在校內設立實體的計劃生育診所 為學區內約7.5萬名高中生提供墮胎轉診服務 因此英格蘭女士呼籲 家長應該深入了解未成年學生 在校園診所內接受的服務範圍 以及學區的相關政策 必要時家長有權利向學區董事會問責請願 新唐人記者王滋一 洛杉磯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一名66歲老者的輪椅被卡在火車軌道上 關鍵時刻 一名女警及時趕到 幫助老者離開軌道 來看報導 視頻顯示 一名66歲老者的輪椅被卡在火車的軌道上不能移動 生死攸關之際 一名女警及時趕到 剛將老者拉離開軌道 火車就呼嘯而過 事件發生在週三上午8點45分左右 位於北加州沙加緬渡附近的洛迪市 一輛聯合太平洋公司的火車正自南向北穿過市中心 根據警方提供的畫面 一名該市警局的女警正在附近巡邏 發現了被困的老者 她將車停到火車軌道前方的欄杆處 並迅速下車跑到老者身邊 試圖幫助她移動輪椅 但輪椅似乎不能動彈 此時已經可以清晰地聽到火車鳴笛 女警當機立斷 把她從輪椅上拉下來 兩人同時摔倒在地 幾乎在同一時間 火車駛過了他們的身邊 將輪椅撞飛 並且沒有任何減速刹車的跡象 該老者雖然身體到達安全區域 但腳步沒有及時離開軌道導致受傷 隨後被送往醫院救治 目前老者的傷勢如何還不得而知 不過當局表示有望幸存 落地警局官員讚賞了女警建議勇為的行為 稱讚她冒著生命危險 在千軍一髮之際拯救了老者的生命 所有人都為她驕傲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綜合報導 稍後帶你看到 舊金山華人發起摘除中共五星血旗活動 歡迎回來 隨著國際社會認清中共對民主世界造成的各種危害 許多在美華人表示 現在正是徹底和中共決裂的時刻 對此 他們發起摘除喬社僑團五星血旗 唾棄中共的活動 並將於本週日舉行啟動儀式 打看報導 這項敦促親共僑團摘除華步五星血旗活動 是由人道中國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中國民主黨 自由雕塑公園 五州鴻門等社團一同發起 2014年來美的胡金偉表示 在美國的華僑內心很愛國 但是對愛國沒有深刻的理解 大家雖然是在牆外 是個自由的環境 卻依然用著微信看著中文電視 深受中共虛假信息的洗腦 近年的這個Coronavirus 我們也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它自己研發來散佈到全球的一個 可以說是非常恐怖的人類滅絕計劃 所以這個中共已經是全球的敵人 我們必須看到這個事實 讓更多的人來站起來 同我們站在一起 為消滅中共來一起努力 他認為中共的五星血旗不代表民眾的利益 當下華人需要走出恐懼 勇敢面對中共 我們這個活動如果能推廣 推廣起來的話 全球的華人的商家都應該聯合起來去摘棋 做這個摘棋的行動 這樣呢 大家就可以排除心中的恐懼 中國民陣北加州支部主席鄭雲表示 中共威逼利誘在海外華部懸掛血旗 助著為虐的僑領將僑射搞得四分無裂 應該還華府天空 一個自由的天空 不應該讓這個五星雪旗繼續飄揚了 我們希望在美國的所有的僑團 尤其是那些親共僑團 請你們看清形勢 盡快和共產黨劃清界限 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新唐人記者 古新月 林曉仁 舊金山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 今日加州 再會 大安出的事情 今天就來到了 對著謊的親身 把父子押忍 提出的一條 詳細音樂 絲 對著 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